那么在育民购买好之后呢 后面呢我们要做一个比较无奈的事 但是呢你又不得不做的事 就是育民的备案 育民的备案 育民备案呢 什么是备案 备案呢 刚才举了个例子啊 相当于说你去这个酒店住一晚上 你得带着你的身份证去前台登记一下 哪怕说你去酒店见一个朋友 你也得去登记一下 那育民备案的意思呢 那就是当申请育民的这个人呢 或者公司 要想在国内使用这个育民 那么则需要呢 向当地的 向当地的叫通信管理局 通信管理局去申请报备 申请报备 那么这个报备操作呢 就是属于叫运民备案 这个当地的通信管理局 一般是省级的啊 一般是省级的 但是像北上广这几个城市 特殊 它就是市级的 但这个市人家是直辖市 啊 直辖市 所以呢 算是省的这个级别吧 啊 需要去向这个级别去报备 那么这个部门属于国家的哪个部门管理呢 属于工信部的 属于工信部管理啊 需要去申请报备 那么这个报备呢 我们就称之为叫备案 那么备案呢 有一个这么一个前提啊 这么一个大前提 就是说想要使用境内服务器 想要使用境内服务器的话 那么则必须得备案 如果不备案 那么你肯定访问不了 肯定访问不了啊 咱呢去这个 百度上搜一下 应该能搜出一堆 没有备案的域名 但是呢 它解析到了服务器上 所以导致访问不了的情况 又满下来了 搜这么一个关键词 Test Page 像这个 未备案 禁止访问 它虽然解析这个域名了 但是没有备案 禁止访问 那么Test Page 好多啊 后面这几个 你看全是没备案的 哎呦 赶紧关了啊 没备案 没备案 啊 没备案 你是用不了的啊 即使你把它绑到你的主机上 你也用不了啊 所以呢 备案 必须得备 不备 肯定不行 对 防备不了 所以你有这个域名 也没有什么用啊 必须得备案 我们这个呢 还没有备案啊 所以呢 如果你要用域名的话 必须得备案 那我在地方举个例子 咱备案怎么备 备案的话 首先呢 你得有一个服务器 这个是必须的 必须得先有服务器 然后点上面这个 这地方有一个叫 ICP备案系统 有一个ICP备案系统 点击这个连接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会进入到 这个界面 在这个界面里面呢 你会看到你成功备案的域名 那么如果说你没有备案的话 这地方它就会有几个案 你去点了 让你去点了啊 那这地方我是备案了 1234 四个网站啊 备案四个网站 点点它啊 ICP备案系统 点这个来进入到备案界面 在管理后台 点击ICP备案的系统啊 点它来进入备案界面 然后呢 如果说之前没有备案的话 这个地方呢 会有一个叫新增主体 新增主体 所谓主体就是上面这个 这个是主体啊 主体的备案号 主体备案号后面是没有数字的 那么像这个备案号的话 它就属于网站备案号 如果一个网站那是-1 如果两个网站就-2 第三个网站-3 第四个网站-4 后面可以无限拖 你的网站如果足够大 拖个365都没问题啊 但是不管你怎么 申请备案号前面都是固定的了 这个前面这个呢 我们就称之为叫备案主体号 主体号就是这个 必须得新增一个备案主体 备案主体呢 点新增之后 因为我这地方已经有主体了啊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看到那个按钮了 这个地方的话 应该会有一个叫新增主体备案 新增主体备案 新增主体 主体备案 那么点这个新增主体备案之后呢 它会让你填一些基本信息 点击 点击新增主体 点这个按钮啊 点这个按钮之后 填个人信息 包括你的联系方式 姓名 身份证号 户籍地址 现在住在哪 这些信息全填完 填完之后呢 后面就可以加网站了 就可以点这个加网站了 增加网站了啊 增加网站这个界面 确认 确认信息啊 这个时候会让我们输入域名 那比如说我们输入一个域名 那个域名呢 咱就不用刚才那个域名了 因为刚才那个域名肯定被不了案 咱输一个 minux 12340吧 第二 这个域名随便输的啊 意思一下就行了 然后呢 后面呢 选择他产品 产品类型 不符合 他是给我提示的啊 知道就行了 选择 应该选哪个 应该选择阿里云 就是你的服务器在哪买的 你就选谁 那么在阿里云上买的 所以选择阿里云 如果你从万网上买的这个主机的话 那就选择万网啊 选择阿里云 选择阿里云之后 现在让我填一个号啊 叫备案复号 要填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备案复号和备案号要搞清楚 这个备案复号相当于 我们让阿里云帮我们去备案 他会给我们生成一个订单号 这个可以理解成是个订单号啊 备案复号 那么备案复号从哪去获取呢 填写完 基本的信息之后 点击新增网站啊 或者说增加网站 增加网站 然后到这来 到这来之后呢 备案复号 备案复号啊 可以呢 在我们的控制台 控制台顶部去找啊 顶部去获取 控制台不是这个界面啊 控制台是在这儿 这个是控制台 在控制台顶部有个备案 有个叫备案复号申请 在这个地方 在这块呢 来找到这个备案复号啊 在这个位置 点备案 再点备案复号申请 点它 那么点它之后的话 后面会出现这个界面 这个界面呢 就是我们服务器的 个数啊 我现在呢 有五个服务器 那么五个服务器呢 其中最后一个服务器 你会发现 没有申请按钮 为什么没有申请按钮呢 因为一个服务器 最多允许申请 五个备案复号 我的五个已经全用了 所以没法申请了 只能查看 然后上面这个服务器呢 是可以去申请的 是可以申请的 这个可以申请 因为它一个 还有四个 然后这个服务器的话 是不行的 为什么不行 因为之前我们在买服务器的时候 他看到了一句话 说如果要想备案 必须要有三个月 需要期 还有三个月吗 没有了吧 那么为什么这个服务器没有呢 咱这个不止服务三个月啊 因为这个服务器是境外服务器 境外服务器不需要备案 所以没有申请 然后这个呢 一个周时间不够三个月 所以也没有申请按钮 就只有这一个 那么点一下申请 就会给你一个号 那号长什么样子呢 号就长这个样子 就这么一串 就这么一串 那把这串服务号呢 可以给它拿过来 可以给它拿过来 假设啊 这是我们事情的符号 拿过来之后 沾过来就行了 沾过来之后 点击验证 点击验证 点击验证的话 如果这个符号对 并且域名也是你的 那你点验证 那就通过了啊 后面呢 我们要做的就是 它让我们会填一些 基本的信息 那么信息包含哪些呢 由于我这个域名的话 它是没有办法 往下一步去验证的啊 所以呢 待会后面的信息呢 跟大家提一下就行了 申请到备案服务号之后啊 填写继续 那么后面的步骤 依次是 接下来呢 会让用户啊 会让用户下载一个图片 下载一个图片 这个图片呢 其实是一个表格啊 图片呢 是这么个名字啊 叫网站 真实性核验单 网站真实性核验单 上面呢 需要我们填一些 基本的东西 那至于这个文件 长什么样子 咱可以看一下啊 去摆放找一下啊 网站真实性核验单 看看哪能找到一张 哎 就这个 看着有点小啊 这里面呢 一共有这么几列 上面这一块 这一块呢 是要求我们用户填的 网站名称 我们网站呢 一般都有个名称 像百度.com 它的网站名称就是百度 啊 QQ.com 网站名称就是腾讯网 这填上你的名称 然后网站类型 是个人还是企业的 对应的打勾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是网址 备案的域名 域名就填 那个4123 什么什么什么 填好之后就OK了 就这一块 然后后面这一段呢 都不需要我们填 这一段是阿里云帮我们填的 你不要勾啊 不要勾 填完上面这个之后 下面这块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网站或者那个位置 签个名字 写个年轻日 就可以了 这块也不用填 填好这个图片之后呢 打印出来 打印出来啊 是打印出来之后 再去勾的啊 打印出来之后呢 然后呢 用手机或者扫描仪 把它扫描成一个图片 扫描成图片 或者用手机拍也行啊 拍好之后 上传就可以了 下载 打印 然后呢 填写好 上传到啊 上传到这个阿里云 会按系统 然后后面的话 就会等待出审啊 等待出审 等待出审是阿里云 先帮你把把关 看这个资料 合不合格 不合格 直接从前 合格之后 再去提交给审局啊 出审 通过之后 可以呢 继续下一步 继续下一步 那么出审时间呢 一般一天啊 一般一天就行了 出审时间 一般的话 一天即可 一天就能审完 下一步再下一步干嘛呢 下一步就要拍照片了啊 下一步要拍照 拍照呢 需要有一个要求 不是说随便拍这个照就行了啊 生活照什么都不行 拍照的时候呢 必须要申请一个 叫备案幕布 就是这个样子啊 网上一搜一堆 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幕布 这个幕布呢 你跟阿里云申请 阿里云会免费用说风寄给你的 寄给你之后 你用完之后 你也不用还问下去 就是你的了 这个布呢 你可以把它沾墙上 然后呢 你人站在这个布前面 一定要保证 类似于这样的效果 能看到你的人上半身 能看清后面的字 就可以了 找人帮你拍就行了 那么拍好之后 这个照片就可以留着了啊 下次可以重复用 就不用每次都拍了 留着重复用就行 那这个呢 是背景布啊 拿一张图片过来啊 或者图片 拍照啊 拍照的要求 哎 类似于这样的形式 但那个布的话 你不是说网上随便找一个布 然后屁一下就行了啊 不要屁 审核人的这个眼镜是雪亮的 他你一屁一天看 看出来了啊 不用屁啊 申请一下 派这个公司的话 一般第二天就收到这个布了 第二天拿到之后 然后呢 你就可以拿去拍照了 拍完照之后 这个布就自己留着了 拍好之后呢 上传照片 上传照片之后 就等待管局去审核了 如果你过了初审 照片也传了 那OK 基本上就过了 基本上就已经过了啊 到这个步骤 基本上是定型了啊 到这个步骤啊 基本是已经通过 虽然说算是已经通过 但是这个流产也走完 那这个审核时间是多长时间呢 审核周期啊 一般的话是15个工作日 15个工作日 北京这个地方效率比较高 一般两个周就下来了 两个周 也就是10个工作日就下来了 其他地方不一定啊 其他地方不一定 北京地方还算比较快的 一般10天就能下来 等待这个通过之后呢 你就可以搜到信息了啊 等待审核通过啊 就会收到啊 收到这个国家部级单位啊 叫工程部发送的短信和于邮件通知 然后邮件中呢 有备案号和备案密码 有备案号和备案密码 备案号呢 就是刚才呃 在这个后台 在这个后台啊 在这个后台 在这个地方看到的这个 这个就是备案号 那至于备案密码是干嘛的呢 备案密码是当你不想在北京备案 因为一个人在全国范围内只能有一个备案主体 假设我之前啊 我之前呢 其实我之前的备案是在老家备的啊 在江苏备的 但是后来呢 江苏备案呢 太麻烦了 每次对发快递 后来我就把江苏备案给消了 然后呢 在北京备的案 那么在注销主体的时候呢 需要用到备案密码 需要用到备案密码啊 所以这个备案密码 它的作用呢 就是用来注销备案的 备案密码啊 用于注销备案啊 用备案备案 一个人呢 在全国范围内只能备案一个备案号啊 一个备案主体 不可能有多个主体的 这个时间是最图等的啊 半个月啊 基本上是半个月 因为其他的操作呢 比如说买域名啊 买服务器啊 分分钟的事 买完之后就可以用了 但是备案这个东西呢 没办法 只能是 挺磨人的